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做个导航 那么咱们分析一下这个导航 大家看 首先是不是有一个通蓝的盒子 所以咱们是不是首先设置一个最大的盒子呀 也就是DIV 咱们起一个名字叫BOX 可以吧 然后在这个盒子里面呢 可以看到 怎么这个还不是在最左边 有点间距是吧 那咱们就可以像咱们在做项目的时候一样做个版新可以吧 DIV 咱们取名字class等于content 版新里面是一个导航 也就是一个列表 对吧 有L 然后LI LI 里面A 第一个是首页 别的咱们也就不讲究那么多了啊 随便给几个 然后像这种字比较多的 前端语移动开发 改一个 还有什么python python 还有活动专区 好 然后F12 咱们先看一下结构有了 是吧 有了结构以后咱们就一步一步去做这个样式 是吧 第一步通蓝的盒子有背景 有黑色背景 然后它有高度 是不是啊 咱们可以先量一下这个高度 不好量 大致量一下啊 50 可以吧 可以看到现在咱们看的是17乘50 是吧 咱们就做一个50 也就是写style 第二box 宽度呢 百分百 咱们其实这个DIV 你要不设置的话 它是不是也是百分百的啊 高度50像素 那么咱们就设置一下啊 很多百分百 高度50 然后是背景 background的 黑色 好 然后 看效果 有了吧 有了 有了以后咱们发现 左边和右边都是有间距的 所以咱们先清除一下这个间距 是吧 咱们就新号 对 配电灵 马进灵 把这个内间距外间距都清理一下 紧紧切在一起 可以吧 然后呢 咱们也往下放一放 是不是啊 咱们这个大盒子往下放一放 是吧 上面是有间距的啊 咱们来一个 呃 马进口 是吧 来100个像素 下来 可以吧 然后 咱们再看 接下来就是 里面的这个版心了 是吧 版心了 点 content 这个版心咱们 可以随便给一个哈 那只要能放下它们就行 我们在这大致看一下 有多少就能放下 八九百就放下了 是吧 九百肯定放下了 好 那咱们给它设置1200个像素 行吗 1200个像素啊 然后它是不是也要 margin 0 凹凸居中一下的 咱们看不出效果来 暂且先给它加一个背景 行吗 这个 咱们这背景没生效 为什么 因为没有高度 因为没有高度 咱们小盒子有了高度 能不能把大盒子的高度撑开 看啊 哎 高度 heighht 50个像素 呃 content 没写对 content 对了 然后 background 也写对了吧 宽度 高度 那怎么这个背景为什么没出来呢 果然啊 这下好了吧 好了以后呢 大家看这样一看这样一种场景 就是现在咱们大盒子有高度 小盒子也有高度 对不对 能不能说只给一个盒子设高度 咱们给小的设了 大的就不要设了 看能不能把它撑开 行不行 这样的话是不是黑色背景有了 那就是撑开 能不能撑开 也就是咱们是不是又少写了一行 是吧 又少写了一行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处理一下ul呀 当然这个piding0.8.0也不用写了 是吧 只要list the del就行 然后接下来是里面的li吧 li不动 flute left 浮动 放了同一行 是吧 接下来让文字垂直居中一下 是吧 反正它们是不是也是50个像素呀 然后就居中了 是吧 接下来呢 再看啊 咱们鼠标放上来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盒子区域是吧 那咱们呢给A标签设置一下是不是 首先A标签要有区域 左右的咱们可以使用padding实现 上下的是不是没办法了 上下的得专门给它设高度了 对不对啊 设高度 然后呢 咱们可以padding0 然后左右呢来上 多少合适看看啊 大致有多少只左边右边的 十几个是吧 那咱们就稍微做的大一点 20像素是吧 这下行了吧 行了 然后这个文字 做好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吧 接下来是这个前端语移动开发这块呢 它有一个背景 是吧 一个背景 那咱们就给前端语移动开发 这呢 要专门做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是吧 上面 上面那个 上面这个图叫做hot 是吧 这个叫new 那咱们就一个起名叫hot 一个起名叫new啊 new 然后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加背景啊 hot background url 当然咱们得把图拿过来了啊 把这个image色 咱们拿过来 放这 然后这个图片的名字 咱们复制一下 路径是image色下面的这个图片 是吧 然后咱们刷新看 有了吧 有了 有了以后呢 咱们发现 图片 咱们上面有很多小的图片 是不是出来好几个小图了 所以咱们是不是需要使用背景定位一下 对 要背景定位一下 背景定位的话呢 咱们就大致量一下 上面是不是零啊 左边 咱们看一下大致这是多少 58是吧 58 好 那咱们就 背景定位 水平方向是58个像素 对吧 往右58个像素 上下 零是吧 从上往下是零 然后咱们刷新 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 但是 左边 左边这地方 这个怎么也出来了 负58 负的还是正的 为什么是负的呀 怎么现在这个图肯定要移动啊 往左移 往右移 往左是正的负的 确定是负的不 确定是负的不 好 确定咱们就改成负的哈 一定把这个搞清楚 行吧 一定把这个搞清楚 这个时候咱们右边也出来了 这怎么办 设置一下背景大小是吗 背景大小 然后咱们看咱们这背景有多大 大概量一下 宽大概30可以吧 高20是吧 宽30高20 然后咱们说这个宽高是不是斜杠呀 宽30高20 是这样吧 这样行不行 全显示出来了 然后怎么办 不能这样办 怎么又能怎么办呢 大家作业做了吗 这个这个是怎么做的 专门设置一个DIV 是吧 给这里做加了个DIV 然后呢 做了个定位是吧 DIV 但是咱们就不想A标签包这个 包这个DIV 咱们用个Span 也就是咱们这个是点Hot下面的Span 它要有大小 Display Block 宽 咱就30像素 高 就20像素 然后要定位 定位的话 他爸爸是不是也要定位 富翔子爵 他爸爸是A标签吧 Relative 然后自己呢 Position Absolute 然后 往上面定位多少 往左边定位多少 是这样吧 来看一下怎么应该定位多少 左右是居中的 也就是Left应该是50%是吧 Left的50% 然后呢 要来一个Margin GangLeft 负的15个像素 是不是就居中了 是吧 TOP呢 TOP很明显要出去一些 是不是啊 出去一些 出去的话 咱们是不是应该是 负10个像素啊 是不是出去一半了就 行不行啊 来看一下 Hot下面的span 这样行不行 这还不行是吧 得再往上移动吧 这样行不行啊 A怎么了 A也要变成快元素是吧 因为咱们前面设置了宽高了 是吧 Display Block 这样才行吧 才行啊 但是有点太高了 咱们还是换回来10个啊 骑着一半就行了 是吧 骑着一半就行了 接下来咱们给它设置背景 然后是给span设置了吧 给这个span设置了 把这个咱们拿过来 Background 然后呢 这样一个背景定位 是吧 然后刷新 是不是这样的 就成了 底下那个活动 Python这儿 New是不是也一样啊 当然了 咱们可以说 这儿不要说 这个.hot下面的span了 所有span 是不是都这样就行了 只不过咱们把这个定位换一下 这就换了 换了这个图片效果了 这是多少 130多是吧 130多是吧 量的是多少 130 8 行不行啊 不行 咱们这背景的单独设 咱们这背景的单独设是吧 点hot下面的这个span呢 背景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这儿需要 咱们刚刚那个是 30 50多 哦对 58是吧 然后New下面的span呢 它是130 138 是不是就这个效果了 然后手标放上来 再加一个背景 是吧 就是A标签 需要 Power 换个背景 随便换一个吧 怎么 是这样吧 这是咱们那个效果 从这儿的话 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咱们加载了一张图片了 只加载了一张图片 通过定位 咱们可以得到 每个上面都可以得到 不同的效果 这是咱们第一个作业啊 就是这样的